诗篇第159天 每日亲近神 唯喜爱耶尔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祝福你每日亲近神 神赐给智慧平安 和喜乐 这圣经能使你 因信基督耶稣 有得救的智慧 祝福你每日亲近神 讨神的喜悦 诗篇120篇 一到七节 脱离不敬畏神之民 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 他就应允我 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 和鬼诈的舌头 鬼诈的舌头啊 要给你什么呢 要拿什么加给你呢 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腾木的探货 我寄居在米社 住在基达帐篷之中 有祸了 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 我愿和睦 但我发言 他们就要征战 从第120至134篇 这15篇诗篇中 每一篇的标题都是上行之诗 什么是上行之诗 圣经学者对此看法不一 不过大部分的学者认为 这15篇诗篇可能是犹太人经过贝鲁归回以后 在每一年的三大节期上西安崇拜时 经常采用的朝圣之诗 因此这15篇诗篇 读了充满朝圣的精神 也将百姓历经被掳及归回的心情描述出来 在第120篇中 诗人提到自己处在不敬畏神的人当中 以致他的心灵极其痛苦 因为他们充满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 又恨恶和睦喜爱征战 诗人与他们同住许久 内心就深感痛苦 因此在第一至二节 他就求神拯救他脱离这样的患难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今我们是否也和诗人一样 处在类似的光景中呢 我们或许曾经也是充满说谎和诡诈的人 又恨恶和睦喜爱征战 但是当我们遇见主之后 就知道他不喜悦我们这样做 而是喜悦我们寻求和睦 因此 当我们处在不敬畏神的人当中 想必会如同诗人一样心中深感痛苦 而我们应当如同诗人一样 来到主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痛苦 求他赐给我们智慧 并在他们当中为主做见证 另外我们也需要心怀警醒 不要因着处在不敬畏神的环境中 以致自己的生命也和不敬畏神的人一样 让我们时常认真省察 自己是否也有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呢 在第四节 诗人强调神恨恶说谎和诡诈 以致他要用勇士的利剑 和最耐烧的罗藤木 所燃烧出来的炭火 来刑罚他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求主让我们勒住自己的舌头 并且好好省察自己 是否也成了恨恶和睦 喜爱征战的人呢 许多人即便信主多年 却因着喜爱妒忌 纷争 不愿意饶恕 以致心中充满苦毒和怒气 求主光照我们 并且从我们心中除去这一切 好能为他做见证 主啊 我愿意努力寻求与人和睦 好让你的名在外邦中得荣耀 求你保守我的口舌 诉说敬畏你的智慧 奉主的名求 阿们 道读神的话 彼得前书三章 十到十一节 因为经上说 人若爱生命 愿想美伏 需要禁止舌头 不出恶言 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也要离恶行善 寻求和睦 一心追赶 阿们 主啊 主啊 希望我们赞美你 因为我们喜爱你的生命 我们渴望享受你所赐的美福 主啊 你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 我们常常禁止自己的舌头 不出恶言 让我们的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主啊 我们渴望享受从你而来的生命 我们谢谢你 主啊 我们谢谢你 主啊 我们渴望享受从你而来的生命 所以说求你帮助我们在生活中 勒住我们的口 不出恶言 阿们 嘴不出诡诈的话 主啊 我们要离恶行善 单单来寻求你 主啊 我们要寻求和睦 我们要一心追赶 阿们 是的 主耶稣 我们要一心追赶你 阿们 真的是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生活所事上 都能够禁止我们自己的舌头 阿们 主真的是随时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为人处事上 都能够得到你的心满足 阿们 能够让我们离恶行善 谢谢主 主啊 是的 让我们可以离恶行善 因为你乐意我们这样子行 求你帮助我们 都可以行出你所要我们行的善 帮助我们在工作当中 在与人交往当中 主啊 让我们都能够一心寻求和睦 一心追赶 让我们可以活出 你自己所喜爱的生命来 主 主耶稣赞美你 主啊 我们渴望活出 你喜爱的生命 主谢谢你 主啊 因为你是那位保守我们的神 主啊 你分别我们 以至于我们可以离恶行善 主啊 我们寻求你在和睦当中 我们愿意一心的来追赶你 主谢谢你 这样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